首次上稿11点28分更新时间18点07分 记者吴博伟台北报道 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将进入极大旗 国际观测组织指出 今年最大旗将出现在台湾时间14日下午2点 不过天文学者提醒 今年台湾民众观赏双子座流星雨的最佳时间是13日午夜到14日凌晨 每小时可以看到100多克流星 中研院天文所计划科学家周美银表示 只要天气情况良好 在平地不需任何仪器用肉眼就可看到流星雨 周美银说明流星雨是散落在宇宙中的彗星碎片 当地球沿着轨道运行并经过这些碎片散落的地带时 碎片以高速投射的方式进入大气层而形成的天文景象 由于碎片散落的区域与地球轨道皆为固定 因此每年固定时间 例如8月、10月或12月都可看到流星雨 其中又以每年7月底到8月初的仙音座流星雨 12月初到12月中的双子座流星雨最为清晰 根据国际观测组织的数据与台北市立天文台的资料 今年双子座流星雨的最大期将出现台湾时间14日下午2点左右 每小时可以看到120颗以上的流星 不过周美银说明民众并无法透过肉眼观测 对于台湾民众而言 今年最佳的观测期是在13日晚上到14日凌晨 周美银表示 由于双子座将于13日晚上 10点开始出现在天空 届时望向天空就有机会看到流星雨 而大约在14日凌晨0点会爬升到天顶 对台湾民众而言会是最佳的追星时刻 虽然双子座流星雨的流星数量多且较明亮 但是若天气不佳要观赏人有一些困难 周美银表示 最近北台湾的天气不佳因此可能影响民众追星 不过他也提到 北部最适合观赏流星的地方是阳明山小油坑停车场 民众可以去碰碰运气 至于南部天气稳定 周美银认为南部民众只要在平地抬头 多少都可以看到流星划过天空